我要帶來我最後一首歌是專輯裡面 我最喜歡的歌曲 它是一首數字的歌曲 然後 我們遠周率都學得很好嘛 應該沒有在攻擊我的意思吧 因為我的確是發了專輯之後有點受到符咒啊 越來越圓了 而是我今天要跟你們講的就是說 謝謝 我還是要炫耀一件事情的 就是我前一陣子我完成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去跑了 半馬 這時候是要有一點尖叫聲 但是我不是只是要跟你們炫耀 我是要跟你們宣揚 我覺得運動在我身上發生了很多神奇又美好的事情 特別是我從復健事情開始 然後做運動之後我就發現 我雖然每天哭每天哭 但是我那天只要有運動 我有流淚 不講了啦 講錯了嘛 再講一次 洗掉洗掉 就是我那天我只要有運動的時候 雖然我每天都哭 但是只要有運動的那一天 我流汗多一點 我的眼淚就流少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然後我想接下來你的人生 如果要開始工作了 一定有很多你說不出口的壓力 身體心理的都有壓力 我覺得你們可以培養一個就是運動的習慣 他絕對可以幫你紓壓 然後讓我們更健康更正常的影響每一天 好嗎 好 好 那這首歌呢 歌運動呢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啦 但是是很正面很樂觀的我要送給大家 3點1415